我記得很多時我唱完 我有十分鐘的休息 我就跑跑到隔壁街 有一間叫Aster Hotel 因為裏面有個男生 座無虛席 每個坐滿了去聽 但男生又不英俊 歌聲又不好聽 他第一次聽 在電台播盧葉美唱《泥路上》 當時他在開車 他激動到馬上要開車 拍到一邊 盧葉美有千百首歌 我就要選《泥路上》 《泥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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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當時有一個叫Bangbang的聲音 要我們去量計的 我、你、Dennis Chan、文俊 他們整班 你們又去唱 你們已經有電視節目 你看當時已經有電視節目 挺有趣的 因為兩邊 TVB那邊就叫Bangbang大利威 兩邊的 但當然TVB當然是強勁 有陳美玲 Patricia 不是Angus Chan Patricia Chan 有陳柏強 我們這邊有陳恩健 都算是陳柏日差很遠 陳柏強和陳恩健 然後就有 Dennis Chan 有時候都會上來 我們整班人 陳柏珊 陳柏珊 全部都是唱歌很厲害 然後我們就做了好朋友 開始合作 你是何時開始錄唱片 應該是入了商台之後 其實我認識阿蛋 我記得你真是未畢業 你知道你們也是 百足這麼多找 找了很多份工 又在浸會裡走上來 你就和我寫一些稿 我當時做PA 在禮的做PA 一些綜合節目 這樣認識 然後認識楊振耀 然後文進我們自己 還在一起 挺好聊的 那時真是很頭緣 整班年輕人 都很好聊 又適合 如果你說你喜歡 Led Seppelin 我就不會和你聊天 沒錯 那拍攝的Port & Mary 還有Jim Croce John Danforth 是Logan Simasina 那些歌 真是沒得頂 所以大家 一直看 我們的 和盧業媚聊天 我告訴大家 我等一會 無論如何 都要搭結他 雖然現在 你不要看他這裡 日光日白 這個地方 是在溫哥華 我們要搭結他 到溫哥華 你答應我 要唱一首歌給我聽 不過在這裡 你既然說起 我就想跟朋友說 我怕他們覺得我欺騙你 我就是在溫哥華 我一個英俊哥哥 就是做攝影師 其實我們已經是晚上七點多 謝謝你看後面 很漂亮 我們夏天 那些樹 樹影婆娑都環境不錯 所以證明給大家聽 我真的在溫哥華 我很欺騙盧業媚 因為當我說 Brenda我想和你越洋做一個訪問 呂媚說等等 你給我幾個星期 做幾件事 要收身 不是齊家智哥 是要收身 然後說要剪頭髮 我說我要你唱歌 他說你給我練歌 不是隨時拿一個結他都唱到 不是他要練歌 我認識的 我認識的 我們那一代的人 其實 我想都是有這個通病 過分認真 因為我們真的會 過不了自己 我們是不用人叫 或者逼 根本自己在裏面有個 計數表 沒有分數 你都不可以拿出來 是尊重別人 亦都是自己 其實是尊重自己 所以你說彈其他 我說不行 我好久沒有彈 我要先關掉枕 所以一會兒其實都不太好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躺著拿起來彈 我很久沒有彈 是嗎 所以請你包涵一下 這樣嗎 因為很久沒有彈 我想聽一下你現在 你去了溫哥華多久 超過25年 超過25年 四分一世紀 集中就是做這份電台的工作 沒錯 一直都是做電台的工作 現在是電台 沒有想過做其他 電台高層 在加拿大 如果大家來過就知道 你想做都不能做 是不同的 除非在這裏成長的年輕人 他們自小已經是 入了豬油社會很多 可能是IT 可能做銀行 這樣是容易些 但如果我們這些貫徒 過來的都是做廣課 說一下你那首《泥路上》 是 你那首《泥路上》是怎樣來的 我告訴你 我知道跟你聊天 我就想起 《泥路上》是 那時候不是說唱文歌餐廳 我們在尖沙咀 又唱什麼 《泥路上》 類似的 每天晚上晚上想 哇 那些人真是喜歡 好 後來我又是做商台 那他知道 他有一晚就交了一餅 卡錫 大家真的卡錫 很重要的 大家記住 交了給我 他說你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拿進去給EMI KK王聽 KK王 那時候 我沒有所謂 沒有所謂 我純純人情 因為那時候 盧耀明是EMI的 是的 其實沒所謂 因為我還在商台 所以我也是EMI 是這樣熟 那他就拿進去 不知道 你知道 KK王每天收三百多餅 這些帶子 幾千人都要上去 不知道 後來真的 KK王是為眼色影韓 就知道他 本來《天鳥》這首歌 是被Lam唱的 但KK王說 不要 你唱回 因為你是有這麼好的特色 一個這麼特別的唱作人 那他就唱回 好了 他就寫給我 那我還記得 我講個故事給他聽 有一次我去看他演唱會 他在這裏說 他每次都說 我其實很榮幸 因為他經常覺得我 是令到他入了行 但其實我只是一個Messenger 不是我 這個Messenger很厲害 是的 是我很幸運 不是他 他經常說 幸好你給我這杯子打 幸好你給我這杯子打 我 我變成這樣 他在講個故事 他在演唱會 他說 盧葉薇把零貸賣給了 KK王 然後《泥露上》 寫了 他說他第一次聽 在電台播 盧葉薇唱的《泥露上》 當時他在開車 他激動到 你想想他等了多久 有這個機會 然後真的做了場面 真的有電台播 他激動到 立即要開車 拍到一邊 因為他直接開不了 然後他聽完 他在台上說 說完他就唱 我自己都覺得很感動 還有我覺得 在生命裏做了一件這樣的事 對我來說是很有價值 很有意思 《泥露上》就是這樣 為甚麼歌 盧葉薇有千百首歌 我就要選《泥露上》 尚與你搭著世與歸來 所以半集與裏 並有喜不快再 雲淡淡尚與你 漫步細雪將來 歌聲門路笑與門外 當初哪知 這是愛 離別了方 至當初太憤愛 卻也太可愛 還願你珍惜 當初哪份情 情懷目變改 泥露上懷過去 有個愛 像將來 不羈地世世蔓延 竟將我心門蓋 有健康貼士看 又有盧葉媒體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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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